這個位置 這裡面的顏色 其實你可以從back color 這個叫屬性 屬性實際上就是去改變 你原件上面的相關的外觀 比如說back color就是背景顏色 fold color就是它前景顏色 另外它的字的大小 可以從這邊可以去調 你可以先做出一個 再按Ctrl鍵向下 複製複製 那如果說你複製之後 再去更改它的一個屬性 叫caption 那這一邊就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 如果說你今天不小心怎麼樣 有的偏一邊 有的偏左邊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全部對齊的話 有沒有 其實就跟那個 好像阿兵哥當兵一樣 你可以先左上到右下拉過來 把它選起來 那特別注意 一定會有一個長得不太一樣 有沒有看到 白色這個不一樣對不對 它就是排頭啦 以排頭為準 然後 就讓它怎麼樣呢 就是要 這邊有一個 要讓它對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格式裡面 格式裡面 就會有一個叫對齊 對齊裡面有看到 主控向的什麼呢 左圓嘛對不對 如果你要 就是讓它靠左邊對齊的話 那主控向就是白色的 先選到的一定是主控向 全部對齊 有沒有 全部對齊了 再來的話呢 它的上下間距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這看起來好像不夠專業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 你要做出來表 當要給人家用之前 真的要 就是要做得像個樣 那你要怎麼樣 對齊 很簡單 在哪裡 格式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 垂直間距 有沒有 可以怎麼樣 相同